場上小小身影 有人跌倒偷偷休息 有人賴批巴著教練不放 大同足球隊為了喊病兒童 打造一日足球營 從練習到比賽 雖然規則都還懵懵懂懂 但小朋友總是帶著滿足的笑容 雖然他們是一個特別的小朋友 但是我們都覺得我們都是一個人 不要區分所有的好與不好 他們接觸足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很開心就是說 以這些選手的態度來講說 他們帶著自己的殖命 但是還可以繼續踢球 這是我們要為他們 去覺得驕傲的事情 踢足球很好玩 因為想說 基金會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有讓一些小朋友 可以參加第一個運動到 第二個就可以認識其他的小朋友 對他來講我覺得 不管是社交啊 身體都很好 耐心的帶著小朋友 嘗試每個動作 不讓身體上的小缺憾阻礙想踢球的心 已經舉辦三年的一日足球營 課程規劃也特別用心 他們這些小朋友跟其他小朋友 其實感覺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而且特別有活力 今天大家看到小朋友都非常開心 非常熱鬧 我們也會注意到一些安全上的顧慮 所以我們在活動上的設計 也是以簡單的基本動作為主 那小朋友他們因為平常就是可能身體沒那麼好 或抵抗力不好 就會常常容易被留在家裡 那如果有這樣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出來動一動 然後發現很有興趣 然後又可以做有一點復健的 或者是訓練的 雖然說是寒病兒童 但他們愛玩的天性和超強活動力 其實跟一般的小朋友沒有任何不同 球場上自在地奔跑 勇敢跨出步伐 踢球交朋友享受最純粹足球的樂趣 未來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